好 那今天的話因為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一個程度 那是不是有上過Python的相關課程 那有的話其實佔比較多數 所以佔了快36.8、39 等於有七個同學有上過Python課 然後在其次的話就是沒有 完全沒基礎有五個 落差還蠻大的 然後再來的話第三個就是沒有但有自學 所以變成說這兩個都沒有 但是一部分是有自學一部分是沒有自學 當然有自學一定是比較有算是有基礎的 可是自學這件事情真的還是要看資質 我發現要程式上能夠自己自學能夠學會 真的是蠻厲害 不過我覺得因為現在YouTube上面都有太多影片了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看很多影片 而且我的影片上面蠻多的 其他老師也很多啦 反正現在學習好像變得太簡單 剩下就是你願不願意學這件事 那再來第四完全沒有的這部分 但有其他語言的基礎 所以大概知道可以想見大概就是有不到一半的同學 所以是有上過Python課程 其他就是自學 所以其實大體上大概應該可以這麼說 有基礎應該是三分之二啦 沒基礎大概是三分之一 可以這樣的理解 那再來的話 程度上落差比較進階跟入門的大概也是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是這樣的 大概也是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是有基礎的 那有沒有Charge VT的經驗 這個也是蠻重要 因為後面的話我們就是會有蠻大一部分 是希望說透過Charge VT幫我們產生一些程式 也就是以後呢 如果你要產生什麼樣的程式嘛 就不會像以前用Google的方式 可能會找不到程式的這種問題發生 那只是說第一個啦 你們一定還是需要有這個Charge VT的帳號 所以我看一下 有的好像佔一半 那其他我看一下 31%的是有 而且常常使用 所以其實等於是很大一部分 大概31加52 大概有八成以上的同學 都是有這個使用的經驗的 然後呢 有15.8%的是完全沒經驗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選這個同學 也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不過也不難 因為Charge VT真的蠻容易上手的 因為第一個當然你就是 如果你要找那個網站的話 其實你就Google查一下那個Charge VT嘛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Login 它右上角有一個登錄嘛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你用那個Google帳號 所以你可以先登錄Google帳號 然後呢你就直接什麼 你就直接就是 因為我現在有登錄Google帳號 你就直接Login 它馬上就登錄了 完全感覺好像無縫接軌的感覺 所以不然你就Google查一下GPT好了 GPT的話 第一個它目前就GPT4這個連結 就OpenAI嘛 你就點進去就可以了 點擊之後的話 這邊上面就有個Login 你就從這邊進 Login的話我是推薦 你可以先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呢再Login 先登錄Google 然後再Login Login的話 這邊就有Continue with Google 有沒有 那你就點下去 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進到那個Charge VT的主畫面 已經就進來了 但它進來的話會問你說 你要使用哪個部分 那當然你就選Charge VT就可以了 它好像還有其他的什麼API之類的 那你就選那個Charge VT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 它問你說你要用哪一個選項 那你就選第一個Charge VT 然後呢 點進來之後的話呢 那等於就可以開始跟它Talk 那你要Talk的話呢 這個OK就可以了 然後底下這邊就有個Send Message 然後輸入之後的話 直接把你的問題填寫在下方 然後按一下Enter或者Send 它問題就丟出去了 OK 雖然它的介面是英文的啦 不過我發現它也聽得懂中文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而且它中文其實好像也蠻可以理解的 好像沒什麼太大的障礙 但你要打英文OK 請問一下 你如果上年課 你會建議要續那個20塊美金嗎 當然以目前來看的話 目前如果你是初學者啦 暫時還是可以不用啦 如果工作會用到的話 已經會建議要再用 其實你在上課的話會用到20的 目前是不會 不不不 目前還不會 對對對 但如果你覺得你用的已經是很量很大啦 因為其實比較下來 目前一般使用都蠻足夠的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但是它3.5有個缺點 就是它的資料是到2021年的9月啦 所以它一直跟你講2021年9月 一直強調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更新的東西 那你就要花點錢的意思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QAQB真的很快就商業化了 感覺就是很快就想 這跟Google比起來的話 當然Google是比較佛心的 因為Google到很後面才會收錢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問卷結果大概了解之後的話 那請各位還是一樣 就是如果有時間呢 先至少啦 就是了解一下那個 ChargeBT 那因為有15%的同學是沒有使用經驗 不過也 我是覺得你問問題也不需要說 一定要咬文嚼字啦 或者說寫得非常的清楚 OK 你就很簡單 有很多東西是一般大家都能夠理解的 你就不用特別解釋 比如說呢 你不要加寫個什麼程式 比如像什麼 後面我們會遇到一個題目叫 就是幫我們計算BMI 有沒有 BMI就是應該知道吧 BMI就是計算那個體重是不是過輕過重 是不是標準之類的對不對 那我本來想說BMI要不要特別解釋 我就想說懶得解釋 所以說請幫我寫一個什麼 計算BMI的Python程式 然後就送出去 他真的就幫你寫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你沒有 我想說不解釋 他居然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BMI這個關鍵字 如果以那個大數據來看 這個應該網路上隨便收就可以收到 所以其實 很一般的東西都不用特別解釋 但是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專有名詞 那你可能就要特別解釋 比如說那個什麼什麼某些關鍵字 可能在網路上不見得每個人都知道的話 那你可能就有必要多解釋一下 再不然的話 就是你剛開始先不要解釋沒關係 他會告訴你說他那個關鍵字他看不懂 OK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就是在下面一題再跟他講說 上面那一題的那個關鍵字是什麼意思 你再跟他提示一下 他就會懂你的意思了 他也會幫你把程式寫得比較接近你要的 OK 而且他程式敘述的話 不是說一次就 就是說 馬上就一定需要一次寫對 如果第一次寫錯沒關係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上個程式可不可以幫我改一下 改成什麼樣子 他會幫你改 OK 所以其實這個有的時候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跟ChargeP 稍微培養一下感情吧 那當開始如果你不知道叫他寫什麼程式的話 你可以問他別的問題也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Google搜尋引擎來用 那好像兩者其實各有一缺點 這我覺得你們自己再用用看 然後其他的話 他是不是有一些Excel的一些相關經驗 如果有當然更好 因為後續的話 我們也會希望可以把這個Python跟Excel的部分 做一個銜接 其他的話有但很少用的比較 好像比較多 第一個 其次好像都各半 沒有 沒有 有 OK 所以有的好像佔多數 那當然上課希望以哪部分為主 我看到這邊最多的應該就是這個 OK 也是我提到的 用ChargePd協助Excel與Python程式的這部分 那當然 這個我剛剛講的 是真的滿好用的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寫程式跟ChargePd兩者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我想我們後面再針對問題來嘗試看看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大家比較有興趣的就是 Python處理Excel 這個也是大家最關心的 當然了 Python處理Excel的這個部分 模組滿多的 但哪一個比較合適 哪一個其實應該說比較簡單 好用 然後 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說明 OK 那其他的話 大概還有哪一些大家比較清楚 就是檔案處理 這檔案處理我們會講到 然後跟資料庫的處理 爬蟲部分 OK 然後 再來是這個 BBA到Python OK 好 那選課動機 大部分其實都是 想多學一點 那工作上也有需求的 好像也是大概42% OK 興趣42% 所以大概各辦吧 好 那今天的話 因為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就原則上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課程 大家簡單剛要 那待會我會說一下 我個人 然後參考書目 課程的簡介之 因為這個課程 跟之前的課程最大的差別 我是希望說能夠結合比較多的 那個Charge V的應用 那AI這個 現在基本上非常重要 而且每個產業只要跟AI結合的話 那真的是非常行到不行 不管哪個行業 好像只要扯到AI 其實算是大熱門 那當然呢 城市 我們這個課程 主要跟城市比較有關係 那也是可以了解 到底Charge VTT 能夠在Python 或者BBA的程式上面 能夠幫上什麼忙 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是 我們開這個課程的主要的 這個 我的動機 因為那個時候想 對大家都有這種需求 不如我就把這個課 把它稍微調一下 第二個的話 以前可能Python 存資料的時候 多半就是跟資料庫 資料庫當然 在Python裡面 有內建的資料庫 是蠻好用的 可是它要做資料交換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你要把資料庫給別人 別人開不了 OK 或者你變成要轉檔 你要轉檔的話 可能要轉成什麼檔 比較簡單 你轉成CSV可能OK檔案 或者是轉成Jetson 可是Jetson對有些人還是麻煩 或XML其實也可以 可是如果最好 假設轉成Excel 那當然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只要Excel 就真的不會被嫌棄 不然的話 你轉成別的 別人拿到 這什麼東西 一般User說真的 他就頭痛了 OK 他在找別人幫忙 轉檔之類的問題 但是問題 要怎麼樣把Python的東西 其實有點像是 至少第一個 可以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你說Excel能不能當資料庫 當然可以 有什麼問題 OK 只是說 如果把Excel當資料庫的話 面致到第一個問題 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種限制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 就是Excel如果當資料庫 它的最大比數 就是它的1比1比Raker 最大只有1048576 也就是說它最多只有104萬筆 因為你那個工作表的最大極限 就是104萬多筆的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資料量 會超過這個數字 那可能你就要思考 你就不太適合 用Excel來當資料庫 而應該用其他的方式 去儲存資料 OK 不過好像104萬筆 對一般來說 應該是錯錯了餘了 104萬筆 你說老師 104萬筆用完了 我另外再開一個序持 另外開一個工作表 可以啊 那就再104萬 再加104萬也可以啊 可不可以 也是一個解套方法 那當然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可能它的執行效率 會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差多少呢 其實以一般實際上來看 因為現在電腦都夠快 而且現在硬碟都是SSD 所以其實說真的 以前會感覺慢的 現在好像一點都沒感覺了 可能相差 不到一秒鐘的 絕對不會有一秒鐘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這個問題 好像也就不是太大問題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慢慢把那個 Python如何跟Excel之間 做資料的交換 有沒有 可以寫進去 存一個Excel檔 另外可以把Excel資料 讀到Python裡面 做雙項的 甚至你可以把它當資料庫 做刪除修改資料的這部分 有沒有 就像以前資料庫用的這些功能 其實在Python裡面都做得到 那只是說因為在Python裡面 能做的這些事情 能夠用的裡面的那個模組 其實非常多 所以我最後會挑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最好程式不要太多 不然寫出來一大堆程式碼 你就覺得昏了 對 還有呢 也不要太複雜 其中當然很有名的有一個叫Pandas Pandas就是那個熊貓 熊貓同名 那個東西其實也蠻好用的 只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 有點複雜 OK 它必須要轉換成它自己的一個 定義的一個格式 所以我覺得我會同中 做一個比較 找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案 那這個方案的話 其實 有部分也是 就是 這個利用XLGB得到的答案 因為我發現XLGB 對XLGB 英雄所見略同 就是說他得到的答案 跟我原來寫的好像差不多 所以顯見應該是 他的想法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 就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那這個課綱大家知道一下 在你們講義都有 另外的話 這個是 關於我 最早我會開這個課程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在網路上 寫了很多的部落格文章 拍了很多影片 YouTube影片 所以呢 就是 志強就找我來開這個課 那一開的話 好像就開了十幾年 在志強這邊 OK 那因為 喜歡分享 喜歡 寫一些東西 所以 就 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滿愉快的一個經驗 那再來的話 其實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 其實我是覺得 跟目前最夯的這些產業都很有關係 那目前的話 當然就是這些 如果以那個 英文字母ABCDF去 當然你必須要講那麼 其實就講ABC就好啦 A的話就AI 這不用置疑 B的話就Big Data 有沒有 大數據分析 其實我覺得AI等同是 這個大數據分析的一個延伸 因為你有Big Data 你用AI其實就會非常好用 OK 但是如果沒有AI的話 沒有Big Data的話 其實AI感覺好像能用的地方 其實就有限制的 因為資料太少了 你用AI幹嘛 人工來處理就好了 所以那個Big Data產生的背景 其實主要也是想要跳脫人工 OK 所以只要 資料量無法用人工處理的 其實都叫Big Data OK 所以其實太多 你身邊基本上所有東西 都會產生Big Data 而且你會發現 所有只要有電的東西 有沒有 它以後都是一個裝置 它會產生Data 它會記錄所有相關的數值 那這些的話 都需要用大數據做分析 背後的話當然也可以結合AI 比如說可以做一些 所以現在蠻夯的像什麼 AIoT 有沒有 物聯網再結合AI 那你會發現 所有的家電其實以後 也都會連在一起 然後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背後的話 還是需要有一些程式 比如說你要怎麼去Run它 還有就Cloud 另外的話就是像一些 比如說辨識的部分 然後電動車 另外的話像Fintech OK 這個應該 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稍微提一下 那我的簡歷的話 這邊 那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在那個寫了一堆文章 然後部落格 另外實際上我自己本身有 有五年以上的創業經驗 那因為主要還是實作 因為那時候說人家解決很多問題 人工很貴 所以怎麼辦呢 大部分都自己寫程式解決 OK 因為如果你不寫程式解決 那所以那時候剛好大數據 跟雲端剛好興起 所以我就搭了順風車 然後把所有可能的資源都拿來用 最好是都不用花太多錢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真的不太需要請太多人 而且需要請的人 大部分都是有程式背景 幫我處理這些自動化流程 所以這方面我算是還算有經驗 實作經驗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分享一些文章 然後所以到各學校做一些經驗分享 OK 然後推廣部 另外有業界的相關的經驗 再來就是說有一些命題跟審題的一些經驗 不過這個是有一些保密協定 所以不能講太多 所以我最近好像有一些上大數據分析的審題的經驗 我發現現在好像很多就是業界 你想要進到某一個公司之前 他都會先考你一些內容 至少要考程式 我看以前好像FinTech 就是金融業不太考程式的 可是現在金融業 怎麼只要進去 就先考你VBA 而且VBA考的題目 其實也不算太簡單 但是我發現好像 可能是考試的都上學院的 好像程式的底子真的是很弱 因為我還要幫忙改考卷 好像零分的還蠻多的 到底是我出太難呢 還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你只要不要零分 你就上了 所以商學院只要至少懂一點程式 機會就是你的 可能是還沒有接 因為108年課綱 108年之後入學的學生 他們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有程式的底子 因為學校都會教程式語言 然後現在的話大學畢業也都是必修程式設計 不分任何科系 所以其實可想而知 假設說你在學校的時候沒有接觸過程式語言 那當然有必要把程式語言好好學 因為程式語言有點像是 以前可能是資工資管的他們的專業 但是現在變成好像每一個科系都必須要學的感覺 有點像共同必修了 以前是修國文英文 現在是多一個程式設計 但是感覺上剛開始學生是蠻反彈的 不過好像慢慢也能夠接受了 因為身邊所有東西都跟程式有關 你多學一點東西 機會總是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也拿過一些獎項 然後我自己的證照其實也超過30張 其中步伐是Python 另外的話還有像POW-BI Essale相關的這個證照 OK 所以其實應該是經驗 就是不是說只有實務 還有證照方面 那相關的那個參考用書的話 我還蠻推薦像底下這一本 上面是入門的 就是Python乘ChargeBT乘Essale OK 那這個作者其實還蠻能夠跟得上 這個時代的潮流 所以它與時去盡 也就是馬上 你就出了跟ChargeBT相關的初期 OK 不過我發現有很多作者也是類似 但是雖然有ChargeBT 但是只有一個章節是講Charge 其他根本沒關係 感覺好像就是它前面有一本書 沒有ChargeBT 但是因為為了要書 能夠賣得出去 所以它就多了一個名稱 叫ChargeBT 跟它原來的名稱 就是加一個 然後多個章節 這樣也可以啦 OK 真的啊 你會發現你們隨便查一下 那個排行榜 排行榜裡面 如果跟AI無關的 很難擠上去 有沒有 而且電腦圖書 有沒有 博克萊你們可以查一下 好像前十名 好像至少有一半都有ChargeBT 這個關鍵字 OK 所以如果你要與時俱進的話 恐怕還是要跟得上 那這作者其實我認識他還滿久的 OK 然後他還滿厲害的 他除了這個ChargeBT與Python之外的話 他最近又出了一本ChargeBT與VBA 就是反正他哪一邊都可以跟得上 然後市場都可以吃 而且他好像書也賣得不錯啦 OK 所以這本當然你們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然後這個是Python的排行榜 這個應該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Python目前當然是最夯的 可是未來能不能夯很久其實很難說啦 因為這東西其實就是會有新的程式語言嘛 所以未來會不會有更 以前一個世代是Java 大概二十年前吧 所有的書架上面都是Java有關的 然後乘幾何時變Python 那未來會不會改成別的 我覺得還是滿有可能的 因為一代一代的嘛 OK 那至於那個VBA就比較有趣 因為VBA的話呢 他誕生的大概是多少 30年前吧 我記得好像是1993年那個時候誕生的 在Excel 5.0的版本裡面才有VBA 然後他已經30年了 可是他就是一直持平 他也不會突然暴衝 也不會往下跌 反正他的需求就是在那邊 也不會高也不會低 OK 那現在懂那個像Visual Based這種語言的人 也很少了 因為他已經變成是一種 怎麼講 古老的語言吧 OK 那我剛好算是比較古老的人 所以我還好 那不過我除了古老之外 我新的也會跟上 所以我新舊都可以通吃 比較沒有這種問題發生 只是說我教那個VBA真的教太久了 我教20幾 就是最早我剛開始就教這個東西 我到現在還是教這個東西 所以我有一個感觸 這個東西真的讓我背課的時間最少 因為完全不用背課 可是之前教過的語言後來都不熱門了 就要變背心的課程 所以語言好像有一種特性 就是有一些是會慢慢改變的 那有一些好像一直都在那邊 不太會變 OK 那再來的話 感覺好像跟朋友一樣 有些朋友突然很好 然後有些朋友一直都這樣子 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錯 別不太好也不要太不好 不然有些人突然跟你很好 感覺好像是不是有目的 所以突然有些朋友 突然對你非常的熱絡的時候 感覺你就會覺得怪怪的 到底他有什麼目的 OK 說你是要跟我借錢 OK 開玩笑 好 所以再來的話 等一下我們大概會簡單介紹一下 Charge VT 所以請各位先幫我做幾件事 就我剛剛講 讓問卷填完之後的話 稍微看一下雲端上面的相關的環境 另外的話 因為今天我們第一次上課 所以請你檢查一下 一個開發環境 因為我們Python 我習慣用一個比較簡單 而且不太需要做特別設定的一個 懶人包的一個Python環境 這個環境可能在你們電腦裡面應該沒有 可是在我們這邊的電腦應該有 如果你用我們這邊電腦的話 你可以假設你在C碟底下看一下有沒有 有一個資料夾叫Python384 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Python384其實就是一個懶人包 這個懶人包也就是我們開發環境 這個開發環境的話有個好處就是 你只要找到Python384裡面的Scribes的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裡面的話有一個這個執行程式叫做Spider3.exe 你就把它點兩下之後的話 直接就可以把我們開發環境打開 就可以開始寫Python程式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懶人包 你說可是我的電腦裡面沒有的話怎麼辦 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你們用的筆電 如果今天要安裝這個環境 請你到雲端上面找到雲端上面 有一個叫Python384.zip這個檔案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記得把它解壓縮到你電腦裡面的低碟 OK 解壓縮之後的話 你再直接去找到你的那個什麼 Python384的目錄裡面 有一個Scribes 這個叫做Spider3 你把它點兩下 那就可以把Spider環境打開 你就會開始寫程式了 那你就先放C好了 對 我等一下會講 如果你在C的話你要改一下 那怎麼改很簡單按右鍵 那可能你電腦最好我是建議你裝這個軟體 叫Nordepay++ 如果沒有你可能Google查一下 叫Nordepay++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的話它就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那你就修改路徑就好了 改的地方很簡單就是往這個卷軸一直拉到底 把這個卷軸拉到底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叫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C冒號有沒有 我這邊是C冒號斜線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如果你拉到底沒看到的話 那可能還要設定一個檢視裡面有一個叫自動換行 因為這個自動換行 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它變成它不會折航 它會變成就是很右邊 OK 你就把自動折航把它打勾 然後一直卷軸 這個卷軸拉到最下面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路徑 有沒有 C冒號斜線 有沒有 那你就很簡單 你就比如說原來它這個應該是D 可能在我預設好像我預設是D 可是你沒有D沒關係 你就把它解到C 解到C之後 那就再把那個Spider Spider3.exe按右鍵 不過這個地方會多需要用到一個軟體 叫做Nodepay++ 按右鍵 然後會出現Nodepay++這個軟體 然後打開它之後 記得檢視裡面的自動換行 一定要先打勾 然後把這個卷軸拉到最下面 你就會在這個中間的地方 應該會看到有一個路徑 那你就看你是C 你就改C 理論上D不用改 D好像直接可以打開 預設我是D 當然如果你是C 你就改個C冒號好了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這個懶人包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花太多力氣 就可以有一個寫這個Python的環境 而且這個環境我覺得還不賴 不會太差 你說跟那個什麼VS Core比起來的話 或者跟Python比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各有一個缺點 但是這個優點太明顯了 就是什麼都不用裝 而且它檔案只有200多枚 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就是簡單啦 然後你只要其他電腦 你只要下載解壓縮 就可以開始寫拍廠程式了 這一點我倒覺得還蠻方便 因為我不喜歡說要寫個程式 要裝了一大堆東西才能開始work 那是不是很浪費時間的事嗎 所以這個環境的好處就是 什麼都不用裝 直接把它解壓縮就OK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預設是在D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是D的話 那你可能自己要改一下這個路徑 大概這樣而已 還有一個可能會有錯誤 解壓縮記得喔 你解壓縮不要再多一層目錄 按右鍵解壓縮的時候 就是可能注意一下 因為我之前好像有同學解壓縮的時候 會多一層 變成它是什麼 C冒號斜線的Python384 裡面又有一個Python384 變成說它的路徑多一層 那多一層當然就會出問題了 OK喔 所以這個只要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我們可以很快可以把這個 有沒有 spy的環境 目前就把它run起來了 你會把你點兩下它就打開了 而且這個環境應該也 目前也沒什麼好挑剔啦 反正就很一個OK的環境 那預設的環境的話 它其實可以做一些設定 我這邊其實是有設定一些東西 包括外觀 外觀好像本來是黑色的 但我不喜歡黑色的 黑底的 我把它改成白底 另外的話它還有一個是語系 好像預設是英文的 如果你覺得你想習慣看中文的話 那你是可以把那個語系改成中文的 但是它預設好像中文只有簡體中文 不過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設定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在那個上方的工具列上有一把板手 板手就是偏好設定嘛 OK 就這裡嘛 那你點下去 那大概幾個地方設定 第一個的話就是 這好像是general還是什麼東西 還是 general嘛 general嘛 然後你就找到advanced setting 高級好像大家翻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語言嘛 語言的話 你看要不要改啦 如果你覺得看英文OK的話 你就用英文的吧 然後如果你看不習慣 我是把它改成簡體中文 我就覺得generalOK啦 然後再來的話外觀 有沒有外觀的部分 我這邊我自己是習慣白底 但如果你覺得黑底OK的話 那我是習慣 本來是spider dark 那我把它改成叫spider OK 然後這邊就變白底的 OK一下 不過OK之後 它又要重新啟動 那就OK 所以第一件事的話請各位 幫我把這個環境先搞定 那這樣很快有沒有 所以省掉很多麻煩 你說spider可以寫的環境太多了 至少10宗以上 甚至google的雲端硬碟上面都可以寫 只是說各有優惠缺點 我是覺得這個好處是說 它輕便 然後免安裝 OK 但是在Mac上面 蘋果電腦是沒辦法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蘋果的話 可能就是要自己去下載另外一個 一個叫anaconda的一個環境 那它也類似懶人包 只是說它還是要安裝一大堆 而且那個anaconda裝起來 一般我是比較討厭 它一安裝就會裝了好幾GB的資料 而且包三包還什麼都幫你裝 當然那個就比較 可是沒辦法 如果你假設用Mac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這個限制 那要怎麼寫程式很簡單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將來就直接按那個 我先把這些都關閉好了 你就直接按一下那個新增文件 左上角有一個新的文件按一下 它就可以讓你可以寫程式了 有沒有 這邊按一下這個新建文件 那裡面這邊預設有一些註解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你程式就可以寫在這裡了 OK 那如果你要放大的話 Ctrl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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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放大縮小 OK 先試試看好了 好喔 好喔 好喔